好的 歡迎回來玉世界 那我們回到我們神魔三國治 剛好開放了君主的一個相關性的任務 那在這裡玉世界就跟大家做分享 那在影片開始之前呢 希望大家可以幫我的影片點個讚 那感謝大家 那我們就正式進入主題 那其實來到這裡的話呢 174人就會開啟一個劇情的部分 那大概你就把劇情 像是走一下 然後就可以領到 比較重要的應該是 觀念侯應20顆 這個邦越世界整個推進了13星升級的部分 往前大躍進 本來差大概59顆 現在差了49顆左右 39顆就可以把神諸葛給升到13星 算是蠻好的福利 那180的你就可以獲得這一隻所謂的君主部分 那這可能是當初你選擇 那個性別的時候你選擇是男性或女性 那如果說你選擇女性的話呢 就可以在... 他這次又多一個亂世君主 那... 他也可以出戰喔 那就是變成說最後呢 有客的玩家呢 有機會可以來到出戰6隻喔 上場角色就變成6隻喔 這個就會更加吃香喔 那但是要付出的代價也相當之高 那我們來看一下喔 其實各個陣眼呢 有... 他一開始讓你白嫖的就是這個所謂的煙行... 欸... 追行陣的部分 那你如果要開啟其他陣喔 你就必須要在這個所謂的道具商城這裡去做購買 6滔殘券喔 6滔殘券 那每天只能購買一個 每天只能購買一個 那如果說你有需要的話呢 就各自去購買 那每個陣法呢 加的那個屬性也都不同喔 也都不同喔 那我覺得其實這個有點像是 我之前在玩那個 金庸群俠鑽之鐵血丹青 主人公的角色 他就是會上陣 然後在特定的回合數會出 那個技能去協助上陣的武將 比方說做破甲 或者是做全體攻擊這樣子 那這個比較不同是 他可以選擇自己的技能 君主是可以選擇自己技能 等一下我們再來詳細做介紹 那這裡的話呢 各自陣容就會有各自 增加屬性部分喔 有些是增加免傷的 有些是增加韌性的 有些則是增加抗暴的 那在這裡呢 越世界絕對推薦的就是 賀翼陣或是八卦陣 常用的陣他加的屬性其實還不錯 我覺得還好他沒有加 我不會說韌性不好 但是我覺得韌性還可以接受 然後比較常用 應該說是八卦跟這所謂的 賀翼陣 那如果說玩家有在使用的話呢 可以把這兩個陣給打開這樣子 我覺得這兩個陣是比較推薦去開啟這樣子 那只要開啟陣法 君主就可以放在上面 比方說像這樣子喔 你現在如果是沒有開啟八卦陣 這是沒有辦法去放上君主 那我現在開啟追星陣是免 就是不用錢的白嫖的那這裡就可以把君主放上去喔 然後像此時這樣子戰力就增加將近快一百萬的戰力 將近快一百萬戰力喔 那你就變成有六隻可以去協助你做出 攻擊的那個動作這樣子 那我們看一下喔 但是君主你如果不學技能的話 其實上去也是百搭 就是一隻沒有用的飛物說真的 呵呵 那其實剛剛有講到不同的陣言呢 都會有不同屬性加成 那剛剛有推薦的就是所謂的 賀翼陣跟八卦陣的部分 那其實君主就有點類似像傑翼的概念 我們看一下君主這裡喔 那現在其實我現在把他綁 跟那個在激烈斧這裡跟所謂的神諸葛做綁定喔 那綁定呢君主就可以承襲著他的裝備 然後像是龍魂 然後圖騰以及所謂的這個戰棋的部分 那不過呢他不能升級或者是遺忘兵吧 所以這裡大家要特別注意一下 那其實 承襲的武將兵法 喔我知道 因為因為神諸葛去跟小喬綁 那時候神諸葛的那個小喬這邊呢 因為他的兵法沒有到高級 所以說他就沒辦法呈現出來 那另外呢提到說君主技能是可以做學習的喔 那其實君主技能的學習呢 你就在這裡綁定之後這裡可以做學習 但是這裡的技能庫是因為需要 技能演練之後才能產生的喔 那君主呢可以選擇10星或以上的武將去做傳承 那剛才提到他會傳承他的那個一些裝備 但是絕對不包含技能部分 技能要額外去學 這也是這個君主技能出現出來的最大的坑喔 最大的坑喔 也是 開始去坑那個 有客玩家的地方喔 另外我們還看到 呃所謂的 新的那個 欸看一下這裡 亂世君主喔 君靈天下喔 這一次出來的 有順便推出的一個 課金包喔 那課金包裡面包含三個紅盒子 以及15個高級招募令 然後 就看你自己喜不喜歡啦 那其實這個的話 我這實在是 阿娘我也非常非常的波濤洶湧 那我覺得 我會比較喜歡後者啦 就是招移天下 可惜我現在是君靈天下啦 那我也 我是無客玩家 所以這個基本上就跟我無關 不過 就我個人來看的話啦 他這次加的屬性蠻多的喔 不管是攻擊、暴擊、生命、抗暴速度 或是免傷 都是一隻武將非常必備 而且需要的一個性能 那我相信之後還是會陸續推出 有關於君主外觀的 騙錢包 那上不上當呢 就看各位玩家買不買單喔 那你問我要不要客 我覺得說 如果說你 追求極致戰利角的人 而且 你目前就能把君主往上疊的人 或者是你未來計畫 就是要投資君主的人 那你就可以把他買起來 我覺得 他還是值得去購買 不只是說他有外觀的加成屬性 更包括說他有三個紅盒子 三個紅盒子 那其實69 大概70塊的美金的話來說 我覺得對於有課玩家來說應該是藍三 但我的藍三是指說你是中大課型的玩家 而不是那種小課或者微課玩家這樣子 所以君主外觀就看你自己 那另外來說的話看到戰法部分 其實戰法部分就要看 剛才講到 我自己就推薦所謂的賀一陣跟八卦陣 那我們看到技能演練的部分呢 你隨便點一隻來看 他需要的就是 主要就是你要六隻本體 然後要45個招顯令 以及225個高招 你才可以把這個研究進度推跌到滿 100%才可以把這技能做獲得 那 我覺得最難就是這21顆的觀念活應 那你就表示說你要學好一套君主技能4的話 起碼要84顆的觀念活應 這遠遠超過我們要升星一支13星 總共需要的60顆活應的資源的部分 我覺得他比練一顆一支13星角色 還要需要觀念活應更多 那就是說他也是一個大坑 那如果說硬要推薦的話 目前開放就只有魏國的這個張寮 然後典尾跟司馬懿跟這個國家 然後蜀國部分則是這四隻 就不用多講 吾國這四隻 那這裡的話呢推薦可以選擇 先學祭祀部分 也就是陸訓的技能是 破敵先機 這可以拖慢對方速度 不是推 拖慢對方速度 比起有機會兵 對...這個不... 因為他則學祭祀了 所以沒辦法去兵弄對方 那另外神的部分 比較可惜沒有出神旁 那這個應該會... 後面會陸續出啊 那目前來說的話呢 你如果說有學習這個... 比方說我先學了神兆好了 我目前是走所謂的... 呃... 猛將流 不管你是走猛將流或魔士流 那我覺得說你如果學神兆的話呢 那你之後要改成謀士流的話呢 他的那個技能就會存放在技能庫裡面 所以你不用擔心他會不見了 那他也不會退給你了 他就是只吃不吐 所以你就不要... 不要笑想你耗費的東西會... 會還回來這樣子 那如果說你只消耗... 五星本體進行學習 消耗的武將 會反還所有消耗的那個養成消耗的部分 那就是說他應該會還你那什麼將心石啊 空前的部分 那這裡... 應該大家會學的應該就是... 如果說你這時候還沒練魔國家的話呢 其實... 就變成說學了魔國家這一招 那其實魔國家就比較... 呵呵... 但我覺得魔國家的靈魂打擊也不錯啊 一三招...一三招... 那這裡的話第四招則是學習這個... 呃...陸訓喔 那其他第二招的話就看你... 其實就... 就普通喔 因為第二招加的東西都... 呃...雷同都雷同這樣子喔 我覺得就還好 那如果說... 硬要學這個所謂的... 技能的話 我覺得就是看你是猛將流或魔士流啊 那如果說你本身是一打四伏的話 你就可以再學習一隻... 呃...攻擊型的猛將出來 來去做... 打擊的動作 或者是說你是謀士你就學... 學...那個... 比方說是國家好了... 魔國家好了 那如果說你本身是兩打三伏的話 我覺得你這時候就要學習一個 輔助型的技能 幫你的...這本身這兩打喔 往上做提升喔 比方說可能是學習... 欸... 可是我覺得屬豬的會亂數耶 屬豬會亂數...沒有很好 喔... 小喬...我覺得小喬的這個... 呃...提升暴擊不錯喔 但是這個又會跟那個... 陸迅的技能室做... 相抵觸喔 那小喬這裡的話... 會驅散負面狀態喔 並且增加25%的攻擊... 的部分喔 也是可以做學習的喔 如果說... 你本身... 可是這個又跟魔國家的技衣做抵觸喔 哇... 如果說... 要看你自己啊 你如果說是走一個輸出型的角色的話呢 魔國家的技衣跟那個... 呃... 那個所謂的... 陸迅的技術就把他學起來 那剩下的部分呢 再去... 再去做... 演你喔 那目前來看到的話 我覺得... 比較沒有... 比較沒有輔助型的那個輸出... 輸出可以給大家用 那這個算是有點像是控場的 呃... 這個... 周瑜部分 所以說你看喔 點一隻周瑜的話 要5個這個招弦令 然後25個高招 然後一顆關內猴印 可是這樣只有16%而已 那總共要消耗6隻的部分了 那我覺得... 最後最後總結... 就是... 我覺得啊 如果說你不是中大型的課長喔 短時間之內 我覺得你是碰不起喔 主要原因在於說等級突破是重點 等級突破呢 你需要6隻13星 這個就需要很多肥料跟關內猴印 另外... 在九州戰場跟通關都需要... 不... 更多的九星或十星去支援你喔 才...你才可以做順利通關喔 那對於武克玩家來說的話呢 你如果等級... 你如果加一隻... 君主的話呢 那他是虛戰力 比方說他可能你還沒辦法去學習 這所謂的技能的話呢 他基本上放上去就是一隻肥料在上面而已 那... 增加戰力呢 就會增加你過關掌戰的難度喔 你就會... 再往上提升一個Label 我覺得這是非常不好的 然後另外來說的話呢 神降路喔 神降路部分呢 也需要大量的那個所謂的... 呃...武將的肥料 所以說此時此刻喔 不... 此時... 到後期來說的話呢 你的武將... 出處無非就是招顯令 神魔的... 完整的資源可能都比較偏向於在招顯令 那高招的話呢 是你五星的那個來源 四星跟三星的肥料來源 所以說... 他又需要招顯又需要高招 然後更需要觀念喉音 所以說... 他會把你刺死死 所以我覺得短時間之內... 呃...如果說你是剛踏進來的玩家呢 不用想 那如果說你是像月世界一樣 玩快一年的玩家呢 也不用想 如果你是無課或微課玩家 都... 無... 要... 想... 跟... 女... 無... 關... 跟... 你... 無... 關... 所以說... 君主系統你就看一看就好了 那有課玩家呢 就建議... 應該是可以先把... 衛國家的那個... 欸... 屬國家的這個技能衣學起來喔 然後... 我覺得靈魂打擊也蠻重要的 他會造成對方... 最低的那個血量的... 法術攻擊喔 然後... 會優先攻擊令魂鏈結的部分 而且這個會... 攤傷去給其他的角色喔 我覺得一三招可以學起來 然後再加上... 陸迅的第四招 拖... 拖慢對方的速度喔 其實對於神魔來說的話呢 出手的速度... 就會影響到你的贏的順序... 的那個... 呃... 獲勝的概率喔 所以說... 出速會變得非常的... 呃... 非常重要 那另外... 呃... 我剛剛之前有... 不知道有沒有遺漏這個... 這個... 這個我有點忘記... 不知道有沒有... 這個禮包嘛 我來試試看喔 我有忘記了 YMNLYYQL 好像有唸過了... 我好像有唸過... 我... 我有點忘記... 我們看一下... 到底有沒有拿到... 喔...沒有拿到耶... 好... 這個... YMNLYYQL 然後如果說還沒... 那個... 兌換的玩家也可以在這裡做兌換這樣子 那以上是月世界針對於目前喔 君主技能的部分 然後研究之後的一個小小心得喔 那... 目前的話開放的武將還沒做完整的 還不夠完整 後續如果有在其他部分... 新增部分呢 呃... 也會再陸續跟大家做分享 那... 希望這支影片大家會喜歡 那如果說你在... 影片上內容有任何的疑問呢 也歡迎在下方留言 讓月世界知道 那... 如果喜歡影片的 歡迎在... 下方幫我點讚 然後多多幫月世界分享影片 然後幫我訂閱起來 還沒關注 訂閱的觀眾朋友 幫幫忙訂閱一下 我們來充個... 充400 好可憐 只用400 那如果說... 你覺得月世界念得很好呢 然後又怕月世界口渴呢 也可以在下方抖那月世界喔 呃... 一杯飲料的錢都可以 感謝大家 那希望月世界有額外的小小收入 然後支持我繼續拍影片 那感謝大家 那我們就下一支影片見 拜拜